新城乡台九县174.9公里处 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事故 一名62岁的女性妇人 因为行动不便 又加上在过马路的时候 疑似天色昏暗 视线不佳 遭到了一辆 北上的大货车是一面撞上 当场失去了生命迹象 而货车的驾驶在九车后 也排除了酒驾的可能性 详细的造势原因 这是由警方调查当中 28号清晨五点左右 一名62岁的女性妇人 在新城乡台九县174.9公里处 由东向西准备穿越马路 因为行动不便 移动缓慢 不时还会环顾四周 留意来车状况 没想到下一秒 却直接遭到一辆大货车 一面撞上 当场失去生命迹象 因为他走路很慢 他这种是脚 走路我跟他 他以前跟我们一起工作 现在去买菜 他要去买菜 昨天 很早很早很早 他要去买菜 赶那个六点钟 买班车要出去 那同仁到了现场以后 评估现场患者伤事后 无生命迹象 且已明显死亡 一是因为天色昏暗 此前不佳 到货车位注意到前方 有行人才不慎撞上 警校在到场后 发现履姓妇人 已经明显死亡 也针对湖姓驾驶进行酒测 初步排除了酒驾可能 而详细的造势原因 还有带警方调查离情 记者 许丽琴 新陈相报导